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其實在館長開始做直播之前 就看過館長非常多次 以前館長都去蘆洲一個叫比活力 你這名字真的有夠俗氣 比活力那邊健身 那那時候我剛回台灣 所以差不多是0910年左右的事情 哇好久了 對 因為大概那個時間 你也應該是在那邊練 然後那時候整個健身房 就聽到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就因為是最重 整個拉到底 那時候不知道在拉胸還是什麼的 每個都插到最後一個嘛 然後在弄 所以整個健身房都在震動 而且那時候你是長頭髮 對 長頭髮 長的 然後就 我說Holy shit 台灣有人練這麼猛 那剛回來我不知道 說在蘆洲有人練成這樣子 怎麼可能 因為我從小就蘆洲 說Holy shit 這超猛的 很帥 然後後來看到你直播出來說 那時候我就跟凱莉說 我以前在健身房看過這個人 對 他就是跟我炫耀的口氣 對 那所以 後來我也開始健身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為 我一直看館長的一些影片啊 然後 學到很多訊息 然後後來才說 好 那我去找教練什麼 然後去練 為什麼館長你會那麼喜歡健身 為什麼 應該有一個原因吧 你知道從小到大 電視雜誌 到現在還是啊 就是不斷的給你灌輸一些 強壯的一個訊息 強壯的外表嘛 對 有嗎 以前哪有這麼流行 你這麼壯的沒有吧 就是你會看到電影 他裡面真的都是 像好萊塢嘛 一些明星嘛 雷神索爾那樣子 動作片 武打片 我們男生比較愛看的 可是看了不會去練啊 看了就是 喔酷 他們是外國人 你想要擁有嘛 所以你就會想要去了解 他們為什麼會長成這樣 所以不是因為想要上街打架 比較容易贏這樣 應該是說我打籃球的時候 我打籃球也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為打籃球其實 你知道台灣打籃球是很火爆的 我相信世界各地都一樣啊 就玩得play嘛 撞來撞去嘛 這個也是有 讓你把身體墊撞一點 來 一定要撞來撞啊 欸 我這邊要擦一下 因為凱莉她打籃球都是 怎樣 你要說什麼 去蘆洲 你有時候會去蘆洲那邊打嘛 喔對 我有時候會去蘆洲運動中心打 然後那時候我去找她 然後她說 欸 我在蘆洲打發現 這邊比三重那邊和平很多 她說她去蘆洲運動中心 說欸 那邊的人比較 比較兇一點 尤其女生 我們身型沒有你們那麼大隻 我們比較挑 對啊 她說真的有差 不過我以前在打校隊的時候 我覺得以前的訓練 沒有這麼多重訓的觀念 就是觀念沒有那麼好 比較土法練鋼 應該說整個台灣都是這樣 是啊 包含我開健身房 一文年開 包含那個國家的跆拳道 跆拳隊教練 他們比奧運嘛 要備賽嘛 也是來找我 我教他們選手 國家隊 然後跑來找 重訓練 然後他們要出國比奧運 也是帶來找我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 在加拿大讀高 是讀國中八九年級 十年級的時候 嗯 十年級開始 他們我們上體育課的時候 他們就會教我們 怎麼用重訓器材 就是慢慢做啊 然後一個塞了十二下 在外國 這是算是一個 就是基本 就是通識的觀念 對 運動好像就刻畫他們 而且我是讀公立高中 不是私立的 他們就這樣教了 現在還有很多小學 他們也開始學著深蹲 然後有教練 現在台灣有了嗎 不是不是我說在國外 國外 因為我沒有在國外讀小學 我不知道 沒有就在你給我看的影片啊 哦 OK好 sorry 反正就是很小 大家就有覺得 啊這個重訓 不是什麼會讓女生變壯 什麼腿很粗 就不是這個觀念 是科學的方法 變身體這樣 對 會覺得好酷哦 對可是 你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台灣相對的資訓 應該沒有那麼多 其實你有心的話 其實是很多 哦也是有嗎 其實書 是我 書啊 書局賣的書啊 雜誌啊 或者說 你很早期的YouTube 就是有YouTube 這個很早期就有 其實就有很多 運動相關的影片可以看啊 他們所講的一些部位 你聽不懂英文 請朋友幫你翻一下 他在講意思 那真的很有心欸 因為你早期想要資訓 沒有辦法 早期啊 那現在是資訓爆炸 泛爛爛出來 就是 這樣也好啦 就是變成一個技術 變成百家爭鳴 它也衍生出很多 各種不一樣的面面觀 比如說你怎麼訓練 我怎麼訓練 你怎麼吃我怎麼吃的 深點睡覺時間 連要不要智慧 別人都有 其實有人在討論 賽前要不要 然後去驗血 然後去看你體內 哪裡不足吃什麼 就是 現在反而就是更好 可是早期真的在台灣 真的很糟糕 我可以用糟糕來形容 連那種國家隊的教練 我來面前我問他 一問三不知 哇 就很糟糕 就那時候你會覺得 哇 天啊 我們台灣體壇是怎麼了 可是短短這幾年 館長你開始做以後 整個 我認真覺得是 你開始做以後 把整個風氣帶起來 有改變很多 大家都這麼說 但是有些人不這麼認為 你覺得現在還不夠就對了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是疫情的關係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疫情 應該台灣的運動就會更好 就是這個疫情比較可惜 是 對 真的被疫情影響到 很多人都不去健身房了 還是有 最主要是愛運動的人 你知道嗎 就像你們可能覺得還是會去運動 對啊 觀念比較正確 還沒染疫 可能身體就開始不好了 哈哈哈哈 很多人都是覺得 可是 對於那種他本身沒有運動習慣的人 講白一點 他本身不喜歡運動 可是他要跨出這一步的人 你等於無形的一個理由 安全下裝牌 人都會替自己找理由 對啦 累的時候 像Kelly 不要去 練七年長 然後練七年長這樣子 啊 哈哈哈 所以人會替自己找理由 對 對不對 喜歡舒服的 有沒有 誰不喜歡 在家裡喝個小酒不是很爽 哦 爽欸 爽 對啊 頭痛痛 不然今天下雨天 我想說 哦還要淋雨去那邊 我下禮拜月經會來 對 哈哈哈 就是類似這樣 可是 人 如果 因為今天 我講這個應該很多人在 現在 如果看到片 應該大家就點到 對 你可能辦了健身委員的會員 但是因為這次疫情 你就一直說服 說服你自己 不要 不要不要去啊 這疫情 對 可能會懶疫 對對對 其實你不是因為懶疫 哈哈哈 如果朋友問 欸晚上來 酒吧還喝酒一起啊 哎呦妹子 哇操 哈哈哈哈 再多人口水飛沫 突來突去 你都要去 哈哈 垃圾都可以了 對對 可以 那時候 because 那些要的 哈哈哈 還喝個澆杯酒之類的 你的脫衣 我都脫衣這樣 你農我農 奶頭都舔了 這就是差別 哈哈哈 因為運動 你要培養一個人 其實你知道那種感覺 嗯 當你習慣了 你不練都覺得怪 嗯 其實這樣才有市場 就是 這疫情會阻擋到 這個疫情對你的健身房 我看你直播常常說 影響很大 影響很大 到底有多大 我們 應該是說 從賺錢變成虧損 這兩年 oh shit 每家都虧損 你告訴我賺錢 你給我騙 有啦 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掛健身房賣 然後掛健身房賣奶子 也許 maybe 但是台灣我沒有聽說過 外面有一樓一縫 我沒聽說過健身房有一樓一縫 所以 真的假的 如果是可以這樣做的話 我是說沒有 我是說大家都賠錢 我想說館長我們在三重爐之後 你也不分享一下 大家都賠錢 只是說 第一年 他是逐漸下坡市的 20年的時候 還好 那時候就還 不嚴重 對 可是到21年的時候 那個最慘 因為去年 大家有一陣子 因為政府直接叫你close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莫名其妙 你媽的 你叫我關一個月 就 最近這幾天 我都有聽你在那邊 就很奇怪的一個 好吧 那既然要關 那你就他媽關吧 然後說要補助嗎 你也是看得到吃不到 為什麼 這不好申請對不對 其實這個又要講到政治 你們又不會 然後執政黨是台派 你又不會等一下要被 台派不抬 我們就是論事而已 台派不夠純正 這個雜種 這樣子 我們已經被 我們雜很久了 對我們雜很久了 他們不只對我們 對八大也是一樣 就是他的管制 我覺得這人真的很瞎 想要怎麼做 想到的就做這樣子 那他成效到底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對業者一定殺傷力100分 一定沒有去戲 所以他們做很多事情 其實 我覺得是沒有考慮的很好 然後講說要補助 你看到難不到 他補是補你員工的薪資 你是要用員工薪金來報 錢是進去員工身上 所以營業者身上就並沒有 沒有補 沒有補 都沒有 他那時候不是有辦貸款 對啊 跟補助 對啊 那補助補員工 那貸款是 你企業要貸款嘛 嗯 那我們用貸的嘛 因為他利息很低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替財團開一個後門 我可以直接這樣講 因為我講了很多年了 他是替財團開一個後門 是啊 也就是說那時候救我們 因為我認識很多立委嘛 那時候所有的立委都忙什麼你知道嗎 幫人家開健身房去弄這個 不對 所有立委都在忙 很多 因為立委都有很多企業家嘛 大家都要帶 很多人都要帶 所以他們立委全部都在幫這些人辦貸款 啊你怎麼沒有請你在這裡 然後當然了 他們說其實這個不犯法 為民服務嘛 對啊 就是 辦得過為民服務嘛 忙不過就是你跟他不夠熟嘛 對啊 啊 那我是 那對是這樣子 我們依照這場程序嘛 我們跟他貸款 他不貸 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們是危險行業 我想要就是說 你在這波疫情裡面 你算蠻嚴重 那好笑的就是 你疫情本來就要救危險行業啊 不然你救什麼 你救穩定行業 就是他還在賺錢 你還帶錢給他 救台積電 對 就類似這種概念 就 其實不只是我帶不到 超多人帶不到 就是一種中小企業 幾乎全死一片 就是 你沒有很多東西啊 你沒有什麼東西證明 不然就是你是做什麼行業的 你不是主流啊 不然就全部帶不到 那其實這一次大部分受影響 都是娛樂產業嘛 對 平常說你做吃的喝的 餐廳電影院 KTV 都很慘 劇團什麼的 然後玩的 對玩的 然後景點的 然後什麼的 開公司的 開旅遊的 政府也沒有什麼作為 其實我講白了 真的沒有什麼作為 然後錢就流向哪裡了 有人敢查嗎 我們這花了八千多億 誰把這個錢弄走了 我們都借不到 我問我的管粉 大家都借不到 那時候大家都借不到 靠 就是辦貸款借不到 因為他我跟你講 這個貸款真他媽超爽 你雖然有錢 你也要給他貸 利率超低的啊 利率一億多 就比買房子還低 對我們有聽說 比買房子還低 我們有聽說有人這樣子貸款 然後 你一定聽到有人貸到的 然後去買一些公司總部之類的 對 你一定聽過很多企業都有貸到 因為他們跟立委交情好 然後會幫他開後門 就變得不夠公平了 沒有救到真的需要 這個到現在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 只有你不會敢講 然後國民黨黨沒有人敢講 因為他們都有服務到這些財產 大家都有份 所以你就不要破我死了 我也不要破你尿 大家手牽手這樣 有默契 對對對 這就是台灣的悲哀 悲哀之一 好 好 好